近幾年瞬間豪大雨天數 甚至單日雨量 直逼颱風效益 風沛雨水 為何還會碰上 每年台灣降雨量 平均2500毫米 高出全球2.6倍 天次甘霖 其中21%蒸發掉了 63%滲透到地底 大部分流入海中 最後最後剩下16% 可供我們運用 到了2030年 再過9年 我們水庫非常可能會淤掉一半 逃不了的命運 全國95座水庫 總庫容近31噸 眼前只剩20億 淤機率只必三成 相當於3.9座石門庫容 去年度我們創架 歷年來最高的清淤量 超過1400萬立方公尺 比之前的菌蛙的量增加到2.6倍 不論如何就是在趁著水比較少 也是加大清淤的好時機 河床大量泥沙 排擠掉庫區蓄水空間 17年前 仲台愛力 集中式暴雨 更造成石門擠水區 902公頃面積崩塌 近2800萬噸 淤機量 幾乎淹掉了0.13座石門水庫 就是鹿蛙加抽泥 去年 我們的成果是334萬 缺水危機有多嚴重 光看眼前比我還高的沙丘 以及四周圍大面積裸露的河川地 這裡是大漢溪上游 也是石門水庫庫擴容範圍 每年平均來沙量高達350萬噸 鹿蛙工程動用數十輛沙石車 保水搶分秒 卻追不平年平均來沙量 去年10月桃園復興區 羅浮段再度展開 中南部庫區也趁著水晶滴米 積極動作 憑全力圈住戶國神山 留下的每一滴水 第一場 開工順利 開工順利 今年3月30日起 國防部正式投入數據工程 五座主要水庫 調配五百多名殯地 兩百多部重裝機具 火力全開 槍在6月底前 爭取開挖時機 人為清潔的方式是可以 源源不絕 連連來施作 然後我們今天很缺水 工無停了 我們水管漏掉多少 漏掉兩層 一年漏掉兩座翡翠水庫 然後我們再含缺水 管線破裂平船 老舊深入問題 年年浮上檯面 統計全台平均每年漏掉 4.41噸水量 相當於全體過程 66天日常需求量 如果省一趴的一個水量 大概會省八萬多 八萬多噸的量 一天 管線台環工程可不容緩 過去16年投注879億元 漏水率從24.58% 降到13.9% 等於年省1.8座 石門水庫蓄水量 目前尚有3萬多公里長 管林高達30年的塑膠管線 要降低1%的一個漏水力 投入百億的警惠還不太夠 那現在我們台灣的一個管材 都是利用使用那個 鹽芯鑄鐵管就DIP 那這個管材可以使 它的壽命就可以延長到40人 一邊拼命延長水庫壽命 流住每一滴水 另一邊多道程序送出的水 卻在地底無聲性消失 這場保水拉鋸戰 何時才能休止 放眼